今天又到了一年一度跨年的大日子 一個去哪都人幾人 美麗一半沒朋友 去哪都會覺得更邊緣的大日子 不過我還好啦 因為我有女朋友 不是要幫我們說話嗎? 說邊緣人在家跨年也是很好的 沒有沒有我沒有要幫你們說話 因為我會去跨年 我知道身為一個30歲的人 不該再出去人幾人 跨年都是年輕人的行為 但出去其實也有很多阿伯阿婆 我對每一次跨年的記憶點差別就是 有在交女友前和交女友後 有交女友前的跨年記憶點很鮮明 因為都是跟朋友過各種有趣的跨年 而交女友後的跨年都一成不變 結束場景都一樣 都是在床上 蛤?你說你在打跨年泡嗎? 沒有是元旦泡 因為我會去跨年 完了回家在 嗯哼你知道的 所以交女友後的跨年都差不多 就不用多說了 不然又要被黃標了 那我來說說沒交過女友前的跨年 我記得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 我跟著畢業一年後的高中同學們一起跨年 再倒數3 2 1 新年快樂 wow 一轉頭看向朋友們 一對正在親嘴 一對正在揉抱 一對正在食指交扣 凝視著彼此 默默看著遠方的煙火 假裝新年快樂 單身真的不該跟有情侶的朋友們出來 唯一也是單身的另外一個男性 走了過來說 新年快樂啊 他們真是很恩愛啊 不然我們 幹嘛你想怎樣 我喜歡女生 我說我們去喝酒 哦好 新年快樂 你等一下喝太多也可以睡我家啊 不用不用不用 我酒量很好 結果我醒來 我就在他家了 但沒幹嘛啦 他之後有結婚生子了 你們是不是想到 壞壞的事情啊 而且你知道跨年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會有人想要跨年就打電話告白 例如我 每個人都跟他說新年快樂 突然有一個不一樣 我喜歡你 跟我在一起吧 他就會傻傻的同意了 但跨年打電話 根本就不通 正妹跨年都會被塞爆啊 我說電話啦 結果因為打不通 我就傳簡訊告白 但收訊真的很差 已經十幾年過去了 他還是沒有回我 我都交女朋友了 他突然回我的話 只好忍痛拒絕他了 我記得我那時候 每次跨年 新年新希望 一定有一個願望是想要交女朋友 但我之後交的一到三任女友 都劈腿我呢 我這個願望有點自虐 感覺很像是 許願小精靈在那邊說 他很想交女友耶 不然給他幾個會劈腿的女友好了 一個許願讓自己受苦的概念 而且原本可能有不少朋友 跟我一樣單身 許願都會許想要交女友 但這樣的朋友 一個一個在你身邊中消失 而且會在網路上 看他們跨年放閃照 你就會覺得 想要把願望換一下 希望他們都分手 而且是劈腿分手 好腹黑啊 反正第三個願望不要說出來 沒有人會發現 希望大家都要好好許願哦 這個捷運很怪 那大家新年快樂啊 我先去跨年囉 掰